Hello, 大家好, 歡迎來到John Marvallin Studio的YouTube Channel 我想這三天香港的父母都非常之辛苦 不單止只是那些zoom lesson 學校 還有就是我們ABRSM的Performance Grade的exam application 第一天的時候已經臨機, 報不到名字了 之後亦有很多不同的問題 我在今天試了一次, 幫我兩個小朋友報名 都發覺有些問題是有些竅妙在 因為卡住了, 後來也解決了 希望在這裡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卡住了的位置, 最大的問題就是 National ID 的形式 原來 National ID 的形式 就是我們香港身份證的數字 我們就不要了一個blanket 變成一個letter, 加七個數字 然後後面再加一個零 七個數字再加一個零 這樣就完成了 它就會在這個系統上看到你的database 有沒有報過名字 有報過名字, 你就什麼都不用填 沒有報過名字, 你就填那些東西下去 這樣你就會有相當的資料 這樣我也曾經跟一個 ABRSM的代表聊過 他就叮嘱我跟大家說 記住 National ID 那裡 最好是可以跟你一輩子的數字 其實就是你的HKID 儘量不要用Passport 其他的數字 因為那些一換了證之後 你的數字就不同了 這個系統會幫你 用你的數字 加上你的Day of Birth 去找你相關的資料 如果沒有了的話 你之前的資料就沒有了 好了, 這個是第一 那如果說怎麼辦呢 我現在十一歲以下的小朋友 都沒有照片的 那不是屬於Photo ID 那就不用怕 好了, 那我就給大家看看 有一個 這一個 那上面你就會看到 有一個Candidate Identification Point 其實這個就是幫你 在你的考試的時候 就像是show出來 那你就在中間那裡 就有個ID 然後你寫回你自己的東西 OK 那就搞定了 OK 那就可以用回你自己的ID 加上這個form 那就沒有問題的了 那如果你還有時間的話 那你就可以跟我一起 看我剛才錄製的 一路怎麼做APPlication的片段 但是如果最重要的資訊的話 就全部都在這裡 OK 那我遲些再和大家見面 OK 在這裡, 拜拜 有時間就繼續看下去 啊, 記得LIKE SUBSCRIBE 訂閱和分享 好啦 今天就和大家介紹一下 怎樣去ABLSM 我們試試 walkthrough一下 這個performance grade的 報名情況 那我就在Google那裡找 performance grade 那我其實剛才呢 就已經 就做了這個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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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就是 一個 嗯 嗯 這個 嗯 OK,那我就進入自己的東西 打提牌 好了,進入去了,那我其實也是,我剛才已經試過 做過了些東西的,但是 有些東西是卡住的,好了,我們這次選擇 Remote Exam OK,so far去到這裡都是很順暢的,Hong Kong OK,practical exams,location,remote 那我就add instrument OK,那我就add violin 然後我再加多另外一個bazoon 這樣吧,OK,那這裡見到都可以很快的 好了,好,零了,那我們在這裡 之前就在這裡有少少糾結的,因為呢,搞了很久 它呢,明明這裡寫了很多的avariable duration 但是呢,你是選不到的 希望今次可以選到 對了,選不到 那所以呢,我們就要在這裡好好搶一搶 我試一下分開來選吧 看看會不會和大家聊著看 那時候選得到 好了,剛剛有曾經有 剛剛有曾經有 好了,另外一個 這裡我們看一下會不會 他剛才呢,我就有一個朋友 就跟我說,就要加一個零字在這裡 那我們就儘管試一下 看看做不做得到,OK 但是在他的官方網頁那裡 即是官方出來的那條片那裡 其實就有多一樣東西的 就是這裡 他其實有一個呢,有沒有考過這件事 但是呢,這裡就很明顯他們的建議就沒有這個了 那就找到我們看看這個 OK The information is not match 哦,這樣我們就可以了 OK,Very good OK 好了,那就讓我很快地 這樣打完這些東西出來 喂,我們選完就不被人選 而另外一樣東西要留意就是 National ID 最好是可以跟你一輩子 因為呢 如果你下次你再要 去報名的時候呢 你會因為你 轉了National ID 而找不到你的資料 那所以呢,最好就是你的 身份證 如果身份證沒有ID的話呢 你就要找一個 Candidate ID form 這樣去展示出來,這樣就可以了 OK,那我們之後還會再 再做一個Click 這樣就給大家 知道更加清楚了 OK 那我在這裡呢 是 Discount code 是ABPG15HK OK 我們就看看 Yay 減了錢 OK 那跟著呢 我們的Territory 是沒有選擇的 OK 現在可以了吧 好 這樣 好,這樣吧 好,這樣應該可以了吧 好了 Address update to successful 他那個Message 告訴我 好了 喔 大公告成 那我就給錢 搞定 好了 那就在這裡 跟大家說 拜拜啦 我不會告訴你 我的Credit塊有些什麼Number 拜拜